热点资讯时事点评 大家好 我是小爱 在大陆禁止台湾波罗进口后 台北市长兼台湾民众党主席的柯文哲 当地时间3月3日 被问及是否仍维持两岸一家亲的看法 他表示 两岸一家亲只是一个态度 重点在于亲善的行为 所以不要随便把波罗停掉 他也呼吁大陆 还是要以理性科学务实的态度面对台湾 假如对农产品进口有意见 应事先跟我们讲 否则只剩下两三天的时间 人家也没办法应付 这样不符合理性 柯文哲说 中国既然自诩为大国 就应有大国风范 无预警停掉台湾波罗进口 只是让台湾人更不爽而已 对他们也没好处 此外 2月26日 针对大陆暂停进口台湾波罗一事 台湾媒体人赵绍康在节目中疯狂带节奏 称大陆此举非常可恶 尽管台湾对大陆没善意 但是大陆比较大嘛 应该大人有大量 自海关总署2月26日宣布 暂停进口台湾波罗后 台当局直接跳脚 就连蔡英文也不例外 急归急 但面子还是要找回来的 哪怕是打打嘴炮呢 但令人哭笑不得的是 台湾知名政论节目主持人 想在2024年竞选台湾地区领导人的赵绍康 居然在这事上玩起了道德绑架 表示 虽然台湾对大陆也无善意 但大陆大嘛 大人应该有大量 这波操作 让两岸网友不禁吐槽 承认一句自作自受 真的很难吗 2月26日晚间 在台湾政论节目《绍康战情事》中 主持人赵绍康谈及海关总署 暂停进口台湾波罗一事 认为此举是针对台湾很可恶的行为 这么做非常不对 原因在于 3月正是波罗的采收期 此时封杀台湾波罗 会让台湾果农很难办 台湾农委会主委陈吉仲 宣布暂停进口台湾波罗后 赵绍康在节目中进一步阴阳怪气 甚至还玩起了童字梗的文字游戏 我们对大陆其实也没有善意 但是中国大陆它比较大 很多时候应该大人有大量 应该不要对 你现在对的不是民进党 是农民 对农民应该体谅 同时赵绍康指出 他更加担心台湾的柳丁 芒果 世家也被大陆暂停进口 就算台当局会号召 岛内人民多买水果 但这不是办法 目前赵绍康已经重新加入国民党 并曾公开表示 自己在2024年一定会选台湾地区领导人 虽然赵绍康的这波操作 试图同时吐槽大陆和台当局 但两岸网友并没有狠买账 一群成年人讲来讲去 就没一个敢说出自作自受四个字吗 事实上 继波罗之后 近期有大陆贸易商还叫停了高雄联务订单 而由于此前 另一种水果 世家曾被大陆捡出过 从类有害物 一些台湾农民甚至担忧 这将是下一个中枪的水果 在中国大陆暂停输入中国台湾的凤梨后 美国和加拿大跳出来凑台湾凤梨的热闹了 当地时间3月2日 美在台协会在社交媒体上力挺台湾凤梨 赖清德等一众民进党当局官员或政客 扎堆在评论区感谢美国 同一天 加拿大驻台北的办事处也发表类似内容 以示对台湾凤梨的支持 不过对比明显的是 截至发稿 感谢家方的台湾官员或政客却寥寥无几 当天 美国在台协会在脸书发文写道 你今天凤梨了吗 at今天明天 往后的许多天都要凤梨 在发帖时 美在台协会还配了多张 协会大楼外面与办公室里 摆放着凤梨的照片 其中一张照片显示 美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 丽英杰的办公桌上 摆放了三个凤梨 帖文中还带上了 真朋友真进展 以及团结爱凤梨的标签 随后 美国这番力挺台湾凤梨的姿态 引得多位台湾政客感谢 赖清德甚至宣称 凤梨又香又甜 还有自由的滋味 有网友直接对它 神经错乱 这和自由有半毛钱关系吗 对于美国摆出这番与台友好的姿态 有台湾网友讽刺说 美国要买进几百个货柜的台湾凤梨 不然只不过是骗骗台湾民众而已了 3月1日 台湾台市新闻 甚至以不能不知道为噱头 称澳大利亚的科学家经过研究发现 从凤梨精部萃取出的酵素 可以降低人体感染新冠肺炎的可能 对此 有岛内网友讽刺称 凤梨这么厉害 何必买疫苗 据台湾媒体报道 蔡英文去年3月在脸书宣布 台湾凤梨外销到澳大利亚 结果现在遭到岛内农业网红勒杯好油 查询数据后揭穿 去年 只有56公斤菠罗干出口去澳大利亚 今年竟连一公斤鲜果都没有 对此 蔡英文当局农委会回应 甩锅给了新冠疫情 表示是因为疫情关系 所以航运缺货贵 运费也极高昂 导致台湾凤梨竞争力很差 无法突破澳大利亚市场 据台媒报道 农委会二日回应 澳大利亚去年和今年因疫情影响 有推动防疫封城等政策 导致缺货贵且航运运费极为昂贵 再加上运输成本后 才导致市场竞争力下滑 导致凤梨鲜果无法在澳大利亚市场发展 该名网红质疑 以他岛内农业业者的角度来看 当然知道蔡英文当局销往澳大利亚的凤梨 不可能有任何实际 因为澳洲对台湾开放的条件是需要熏征 凤梨经过绣化甲烷的熏征处理之后 很不耐放 熏征后要到澳洲只能空运 空运的话费用很高 澳洲人会愿意买一颗十几块澳币 被熏征过的台湾菠萝吗 外界把目标转向日本 希望多促销 曾代表中国国民党参选台中市立委的云林菜农林嘉欣分析指出 台湾凤梨输入比例偏高 日本市场相对少量 主要是品种问题 日本人喜欢切盘水果 不欣赏金钻凤梨的风味 这需要时间磨合 非一时半刻可以克服 对于台湾凤梨的不耐保存 有网友深有同感说 三年前在这里看到台湾凤梨 买了一箱寄给朋友 隔天朋友收到时就已经烂了一半 台湾驻日代表谢长廷日前称 对岸停买台湾凤梨举事皆知 直接要求日本购买多少是卖人情 价钱不易高 数量不会多 绿营民贷和意见领袖叫嚣要台当局硬起来 向世界贸易组织WTO申诉 不过台湾经济主管部门高层官员态度保守 表示目前并没有接获指示处理向WTO申诉相关事宜 一名长期担任经贸谈判的幕僚学者指出 大陆只禁我们一项水果凤梨进口 我们目前却不准大陆600多项农产品进口 要怎么向WTO申诉 台当局农委会主委陈吉仲先前声称 台湾凤梨输出大陆都是依照WTO的规范在进行 民进党立委许志杰等人则要求政府向WTO申诉 不过台湾经济主管部门对此却保持低调 一名熟悉WTO运作的学者指出 台湾过去以两岸关系特殊为理由 禁止了2000多项大陆产品进口 并不符合WTO规范 其中包括600多项的大陆农产品 例如大陆以零关税进口台湾凤梨 而台湾除了大陆凤梨 其他国家的凤梨都可以进口 罐头都是用泰国凤梨做的 台湾少产苹果 却坚持不准大陆苹果进口 大陆开放我们产品就说是统战 禁止进口又说是打压 如果告到WTO 到底谁比较不符规范 这位学者表示 台湾因为针对大陆 做了许多贸易上的片面保护措施 加上WTO争端解决机制也挺百中 所以台湾应该不会告上WTO 而大陆向来不希望在国际架构上 解决两岸经贸问题 所以大概也不乐见如此 因此WTO并非解决两岸经贸问题的好平台 一直叫嚷着台独 要独立自主的台湾 为什么碰上一个波罗禁令 就方寸大乱 说到底 还是离不开大陆的经济扶持 真要自主 少了大陆 有的是进口商 慌什么呢 更别说台湾早就把大陆几年前为台湾果农 解决波罗滞销 费了多少财力 忘得一干二净 有心人士还一个劲抹黑成统一阴谋 民进党当局一边嘶吼着台独 一边又不肯放过大陆这块市场 吃相未免太难看了 想解除禁令 倒是先解决好产品质量 再来提要求 这一回大陆可没空搭理台湾的作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您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